刚刚邱教授细数了过去民进党所推动的一些改名的这种做法 那么包括中游 中船 还有中华航空的这种改名的这种提议 那么很多最后都不了了之 那时候的这个改名跟现在的这一次游锡坤所挑起的这个中医的这个改名 我个人认为说有一些性质上的不同 那么在上一波陈水扁所挑起的 那时候陈水扁是整个台湾政府的这个领导人大权在握 那么他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诉求 那么主要就是要证明说他的一个存在感 主要就是证明他具有一个跟大陆讨价还价的一个能力 那么希望以这样子的一个诉求来迫使大陆这边 来对台湾的在政策上做出一些让步 那么这一次这个大权在握的是蔡英文 所以游锡坤为了证明他自己的这个存在 那么尤其游锡坤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立法机构的领导人 那么他同时也是民进党内一个重要派系的领导人 那么他当然要为他自己派系里面的徒子徒孙 折取到比较多的资源跟福利 所以如果说他不能够在重大的政策上面能够表现出他有这个影响力 他有制造议题或者制造混乱的这个能力的话呢 那民进党或者蔡英文为什么要去听他的 为什么要买他的账呢 所以这时候他就挑了一个我们看起来相当荒谬的话题 那么中医中药的这个问题来做文章 所以我们外界的人看得很荒谬 觉得太不合理 也不可能实现 可是在民进党内部呢 就知道说那游锡坤这个小孩如果你不安抚他 他说不定会把整个沙坑的玩具都弄了一塌糊涂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很多这个私底下的这种协商 私底下的这种劝退 可能就已经在进行中 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 游锡坤就可以为他自己的派系 折取到更多的利益跟资源